Hello 大家好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又到了圣诞假期的时间了 对 其实又是一个忙里偷闲的 你忙过吗 那这次我们忙里偷闲的假期 就来到了盐湖城的 Provo 给大家推荐几个在Provo和Provo附近 值得去的几个景点 那说起Provo呢 其实很多人应该都很陌生 其实Provo位于盐湖城以南 45英里出 犹他州的第三大城市 它是由瓦萨奇山脉包裹着 然后中间犹他湖平静的湖水 这样组成的 特别美 特别是冬天我们来的时候 一路上都是雪山包围着我们 特别的梦幻 是的 是的 因为犹他州的人民呢 它是非常虔诚的有宗教的信仰 所以每年的Christmas 它们的灯展都会非常的盛大 今年呢我们也是选了一个灯展区 叫Luminaire 好凉啊 好冷啊 这个灯展呢和其他的灯展不一样 它不是drive through的 然后它是走路进去的 就是一个沉浸式体呀 Luminaire我们去了之后感觉还挺好的 挺好的 第一是很好找parking 对 第二呢它门票也不贵 差不多是每个人20-24美金 对 这里就是很多小小的城市缩影 然后可以看到有cafe shop 然后有bacery 然后还有home depot 然后做的这个图片都非常有细节在里头 好可爱呀 灯展总共有25个主题区域 比较有特色的包括电音之城啊 旋转木马啊 还有光的园林等等 每个主题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这里叫做花的绽放 Blossom of Light 哇 除了冷一点没有毛病 但是很冷啊 超美 每晚呢每隔一段时间它还有音乐灯光秀 大家如果来了一定要看哦 整个灯展逛下来呢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当然如果你选择在那跟朋友聚会啊 烤烤篝火啊烤棉花糖之类的 可能会待的更久一点 但是因为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我觉得在那里玩差不多就两个小时够了 那其实我们走完之后我的亲身体验就是 我没想到在Provo这个小城市 它能有这么好看的灯展 我觉得它的灯展其实可以媲美 洛杉矶的LA Zoo灯展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就是大家都特别的happy 对 就非常的老少嫌疑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灯展是来Provo 可以说是冬日必来的一个景点了 那下一个景点呢就跟冬天非常有关系了是不是 那它就是Park City Park City其实距离Provo开车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一点点 它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奥连匹克村 同时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圣地 那这次我们是晚上去的嘛 但是也是很浪漫的 因为是Christmas嘛 Holiday season 所以它的小彩灯啊装饰都已经装上了 这里真的好漂亮 它是一个historic小镇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下着雪 我们两个都在这口吐芬芳 这小镇白天来超美的 他们的房子是五颜六色的超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雪 就是刚刚在下然后特别滑 你给别滑倒了你啊 我穿的雪地靴 但是雪地靴不防滑 这边呢特别适合就是喜欢滑雪的人 过来住一段时间 对 但是呢其实这里酒店不是很便宜的 我们查了一下差不多是200多 到四五百不等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大家子来的话 其实住民宿会比较划算 但是其实这么静谧的一个小镇 我感觉很值得过来 很值得过来吧 待个几天 对 那大家给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小街道静谧的小镇吧 因为时间关系 山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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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七月星天空飘熄了大雪 害怕是我的幻觉 第三个要介绍的景点 是我们认为这次犹他州之旅最美的地方 那就是露西州立公园 我们今天来到了 Deer Creek State Park 我觉得真的是 美到让人窒息 这个湖 真的没有很夸张 这个湖 还有在这个雪景 然后今天又是Wake Day 没有什么人 感觉我们真的是在先进里面的 而且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小路走过的 那个小脚印在上面 好可爱啊 Deer Creek State Park 是位于美国犹他州 瓦萨奇西南部的州立公园 拥有大型的露西水坝和水库 怎么样感觉 感觉有点冷 但是好漂亮呀 现在那个阳光明媚 然后雪后 不得了安静 声音好搭呀 大家看到了这个湖 就是Deer Creek Lake的这个大湖 真的是特别美 超美的 大家可以看它有两种颜色 但是很奇怪就是这个湖 它竟然不结冰 对 这个湖是比零度还要多一到两度的 对 所以它就刚好不结冰 但是后面都是雪 超美 所以这个景色超神奇 对 它有一个小廊桥在这边 对 所以你可以来这钓鱼 对啊 真的好开心 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去来对了 嗯 而且特别的敬意 嗯 有一种那种 可以在这打坐 Zen 那种感觉 你灵魂都神话了 感觉内心都平静了 对 不用去什么西藏了 你就来这湖边坐一坐 洗个冷水澡 哈哈哈 我们呢也非常推荐 大家如果来犹他州呢 过来看一看 嗯 这非常值得一动 门票是十块钱 嗯 所以也不贵 美景需要有的时候发现美的眼睛 和美女衬头 嗯 那最后一个推荐大家的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犹他州的溶洞温泉了 这个项目其实我不是很看好 因为我知道美国很多活动都非常的野 我一看价格我就知道它很野 嗯 因为它每个人才16块钱 对 我们这次来到了我们犹他州主的最后一个比较酷的一个景点 它叫做Homestead Midway Crater 然后但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洞 然后里面应该是比较简陋的 所以呢 我已经把泳衣什么的都穿好在里面 然后把坏死的衣服都放好了 而且毛巾也要自己准备 好吧 那我们今天去进去看一下吧 感觉外面白血矮矮 然后里面是温暖的温泉感觉还是不错的 嗨 那我们看到欢迎来F430 在这里呢是没有厕所的 所以我等会儿先上了厕所 就在旁边 但是换衣服呢是在这里换的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隔间 好幸运呢 你要换吗 我今天不换了 我今天就不游泳了 为什么呢 今天没有游泳 因为我已经感冒很久了 然后这里 那个上来之后也没有办法擦干 不方便可以 所以我就今天去游泳了 好吧 所以今天你们可以看到Jerry 嘿嘿 嘿嘿 好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吧 哇 我们终于来到溶洞里面了 这个溶洞有65英尺深 水温平均35摄氏度 我走了一个山东啊 我走了一个山东啊 那这个活动其实是需要提前在网上订的 那它是有时间的选择 而且每个时段呢你只能选一个小时 待在里头 除了来泡温泉 有探索精神的宝宝们 还可以在这里潜水和浮潜呢 但你泡完温泉上来之后呢 也没有洗漱的地方 你就赶紧裹着你的衣服赶紧走就可以了 对但其实很不方便 就是因为你泡出来了之后 你身子是湿的 对 然后你还要穿上衣服 对 你就很冷 但是也没关系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很野的玩法呢 那就很适合你了 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毕竟溶洞温泉的选择也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听说四川的溶洞温泉 装修的特别的好 对 那如果有去过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 四川的溶洞温泉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 那其实Provo的住宿选择呢也非常多 那这次冬天我们来 我们就选择了American Fork这个地方 它四面环山嘛 是的 然后就很梦幻 而且我们的Airbnb对面 就是一个农场 你每天睁眼都可以看到那个牧羊犬在牧羊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是它便宜 那我们这次住的Airbnb呢是三房三位 现在的价格是90美金一晚 当然如果你不想住在农场边上 你也可以选择Provo的Downtown 那里其实就是靠近它的大学城 有更多的餐厅啊酒吧啊 就是会更方便一点 你的选择也更多一些 那大概如果住在Provo附近的话呢 可能会比这边稍稍贵那么一点点 差不多110 120一个晚上 感谢大家把我们这期的视频看到最后 那我们这次Provo的旅游呢就到此结束了 对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其实这种小城镇真的是挺值得去开发的 挺值得去探索的 我们也希望日后多拍一些旅游的视频 给大家看 然后带大家去看看风景啊 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啊活动 那最后呢感谢观众对我们这一年的支持 大家记得要把上方的小铃铛打开哦 点击订阅 希望爱我们的你们呢 明年都可以发大财 赚大钱钱 身体健康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